美股在2022年最后一周的交易持平 三大指数跌幅在0.2%至0.3%之间 但其实周中纳指一度下跌于2.5% 最后两个交易天反弹 三大指数才修复大部分失地 2022年全年计 标普500指数跌19% 纳指跌33% 道指跌9% 表现为2008年以来最差 最能够代表科技股的弱势 当然首推近来财一卸如注的特斯拉TSLA 今年跌幅65% 但急剧的跌势是由9月底才开始 当时TSLA股价 还是在300美元的水平 上周五收123美元 即大部分跌幅只是在9月后发生 换句话说 其实TSLA股价在2022年头9个月是相对的强劲 为何9月财急转值下 TSLA表现很差吗 其实相对其他大型科技股 同期每天跌65% 亚马逊AMZN跌51% 谷歌GOOG跌42% Netflix NFLX跌51% 苹果AAPL跌27% 原来在放中TSLA也有难兴难低Meta 就算是AMZN或NFLX 虽然跌幅较温和 但跌幅余半 Netflix更曾创52周身低162美元 跌幅73% 2022年千万亿市值大型科技股的跌幅 还是非常的惊吓 TSLA指示比同财更差一点点而矣 从另一角度看 TSLA自9月起指示追回跌幅而矣 至于为何9月财开始缺提息下跌 炒股票最难把握的是时间上的拿捏 黄不在不同的平台说过 巨型科技股当中 TSLA是最不吸引的 因为它没有APL、GUG、Meta和微软、MSFT等企业的垄断性 本难一早预测 传统汽车竞争对手推出的电动车 会对TSLA构成巨大威胁 电动车进入战国时代 必然会出现价格战 到时TSLA有什么优势维持其万亿美元的市值 在市值上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 其实这是显然意见的事情 不过市场就一路不肯反映TSLA的劣势 要等待马斯克收购Twitter后得罪华尔街一中白左 股价才出调整 这固然有其理由 第一是马斯克需要沽 加抵押TSLA肚然囚集收购的资金 第二是马斯克得罪的人太多 敌人趁他病拿拒命沽空TSLA 加上宏观环境、通胀、加息、转差 由于诸葛亮制起东风 TSLA跌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黄拔认为 马斯克收购Twitter 是他事业上的最大败笔 可能是他个人的肥水之战 如果他没收购推特 他还可以靠TSLA不合理地高的股价 继续集资买时间提升特斯拉的资本投入 增强未来的竞争力 蠢的事 股民见到这些有魅力的教主式创业家 实在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至于本栏推介过的Gugwormata 跌幅也不少 黄拔又怎自圆其说呢? 我对于Gugw的壟断地位 还是有信心? 目前股价主要是受宏观环境拖累 管理层没有TSLA者让授一个人主宰的深层次问题 至于Meta 诸黑白格确实令人忧虑其权力过分集中 不过从三意上看 Meta确实在社交媒体有垄断优势 现在的问题 是社交媒体的发展高峰期是否已过 更严重的问题 是会不会越来越多人放弃使用社交媒体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暂时来看 黄拔还是倾向Meta会像NFLX的发展 第一段的黄金期已过 目前正找寻新方向 旧业务虽然没什么增长动力 但说成一文不值又不是 最乐观地看 Meta也许能作出有如NFLX 自去年4月起的反弹